因为他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牺牲了 然后我印象里面其实就一直是妈妈指着相册跟我说 这是爸爸在我四岁的一次 我爸爸就是兴冲冲地跑回家 然后说明天能休一天 然后带闺女出去玩 然后就把我顶在脖子上去公园 那是我唯一一次有印象的 我坐在爸爸脖子上的记忆 就是爸爸留给我们的 其实他脖子是急匆匆的备用 后来就是在追悼会上 其实我看到爸爸的遗像的时候 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就是一个 前些日子还跟我约定好 就是又一个暑假可以带我去玩的 就那么活生生一个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照片 我们就觉得像是人生的一个引路灯 就包括我自己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人民警察之后 我觉得确实是如果有什么危险 我也是会去冲到第一线 真的现在发现没有办法去权衡 去思考一些什么东西 穿着这身警服的时候 你就只能是往前冲 这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本能了 所以我也开始理解父亲 就是很怕我突然间 就是因为太小的时候突然间问爸爸去哪了 妈妈不敢再去说一遍这个事情 然后爸爸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 我知道您对我的印象还是哪个五岁的小女孩 但是现在在您面前的是这个已经25岁 已经长大了的张雨珊 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了 我以后会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民警察的 爸爸 您可以放心地暗睡了